好来看其他方面消息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呢 本周二为巴勒斯坦的冲突 乌克兰冲突和其他国家的冲突 进行的以色列除外的 这个和平祈祷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今天为巴勒斯坦 乌克兰苏丹和摩桑比克的 和平进行祈祷 并且要求大家不要忽略 非洲和世界各地的冲突 根据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 方济各教皇此次的祈祷当中 没有包括以色列 2月13号 梵蒂冈国务卿 红衣主教彼得罗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 造成多人死亡 敦促以色列 立即停止对该地区的袭击 教皇邦纪各 通常会将以色列 纳入传统的周日祈祷 和其他的重要活动当中 但是这次的祈祷 也是恰逢几天前 梵蒂冈和以色列 发生的外交紧张局势 中文字幕提供